据香港有线新闻台4月22日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受访时称 他发现在英、澳、美、加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目前有一百多个游乱港分子 西方人士成立的组织和网上平台 要提防这些人通过网络平台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他批评香港政界人士 包括立法会议员缺乏斗争精神 因为怕得罪人不敢发声 直言我们不能够怕 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绝不能掉以轻心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4月15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上 至此时表示 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乱的根源尚未根除 治的基础尚需巩固 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 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 警惕海外乱港活动盗观香港 特别是一些反中乱港活动 打着所谓人权自由民主民生的谎词 极具迷惑性 切不可掉以轻心 梁振英在4月22日播出的专访中 对此表示同意 称夏宝龙主任提出的警示 不是无地放尸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他指出 落实香港国安法后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 图法不足以自行 既有法律 也有执行问题 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 应该有针对性的去揭露 梁振英以 阳村绘本案为例 这本试图对幼童进行毒害和洗脑 刻意向孩子灌输 包括港独在内的违法思想的毒物 以漫画形式将国家形容为狼 将香港形容为狼 去年9月 该绘本出版者 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五名时任李氏 被裁定串谋刊印 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 煽动刊物罪程 各被判监禁19个月 梁振英指出 而就在上周 窜逃海外的港独分子 郑家朗 罗冠聪 刘家文等人 竟将已被定罪为 有煽动性的绘本 制作成有声书 在网上公开 这种情况危害更大 香港很多青少年 都能通过网络接触到 梁振英表示 这种现象很明显 是乱港活动的新发展趋势 他做了一个统计 在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以及中国 台湾地区 有超过100个 由乱港分子 西方人士成立的组织 和网上平台 这些组织 企图通过网络平台 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梁振英随即批评 香港政界人士 反击的不够 很多从政的人 包括我们的议员 心态都是抱着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他们不会出来 有针对性 去争辩 在某个问题上 进行斗争 不想得罪人 梁振英直言 香港政界人士 发声的不够 并表示 我们不能够怕 2019年的事件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些人 为什么要怕他们 那个时候 有一个现象 有AM车牌的私家车 接送的官员 在黑豹期间 将AM车牌 改为名牌 这个是没斗争精神 没牺牲精神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做法 对于夏宝龙指出 绝不允许区议会 再被反装乱港分子操弄 成为祸害香港的助脚 梁振英认为 香港区议会 未必要通过选举产生 基本上 它是接受咨询的组织 香港有很多的咨询组织 甚至有些咨询组织 拥有某些行政权利 例如香港房屋委员会 香港市区重建局 都不是选举产生 梁振英认为 当考虑区议会的职能范围时 没有必要性需要选举 以致全部选举 他告诉主持人 不是说有民选便有进步 你可回顾我们有民选的立法会 如何大幅倒退 当天的节目中 梁振英还指出 游行在法律下允许 但要提防有政治不轨 动机的游行 我们的游行有什么问题呢 它是动员游行群众 去反对特区政府 甚至在选举问题上 他们要推翻特区政府 还有将一些来历不明的 政治捐款化整为零 游行期间 在所谓的接战 放进捐款箱内 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的一点 还有游行人数 绝对夸大数倍 也是用来造势 所有事情是不正常的 梁振英说道 梁振英还表示 会继续促进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鼓励香港人到内地交流 同时发挥香港在品牌 市场推广方面的优势 帮助国家高质量的工业 和农业产品较好较做 做好商贸方面 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